1687集 阿卜勒对洛根这话丝毫不灵情 他神情猙獰指着洛根历声质问 如果这世界医疗工会不揽下来的话 他还可以带着他的女儿去其他医生或者医疗机构那 洛根冷横一声无比讽刺地说道 阿卜勒先生你脑袋糊涂了吧 我们世界医疗工会是世界医疗的顶峰 除了我们你还能找谁替你的女儿医治呢 找那个就连你自己都看不上的中医吗 中医 听到洛根这个字眼 阿卜勒的身子突然猛的一颤 脑袋嗡嗡作响 手也不停颤抖 心里默的就涌起了一次巨大的惊恐之情 因为他突然想起来 就在刚才安妮给他打过电话 电话中安妮明确地说道 他女儿暴饮暴食的现象不正常 让世界医疗工会赶紧抓紧时间 停止现在的医治方案 停止让他女儿进食 并且安妮还特意强调 如果不听劝告 前一秒或许他女儿还生机勃勃 下一秒就可能会咽气 而现在他的女儿的确马上就要咽气了 阿卜勒的呼吸瞬间急促起来 脚下一软身子瞬间打了个裂切 一屁股跌坐在病床跟前的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睁大眼睛惊恐不已 眼中的泪水再次涌泉一般地流了出来 难道真的被安妮给说中了 虽然他不知道安妮这话是不是误打误撞 但是事实摆在面前由不得地不信 一旁的五字听到中一二字也是神情一变 他心里猛地打起鼓来 尤其是刚才接到安妮电话的劝告 以及先前淋雨给他打电话时所说的话 他的心脏瞬间狂跳起来全身的血液直往头上顶 他一时间也不有感觉脑袋阵阵眩晕身子打个摆子 一屁股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煞时间面色苍白汗如雨下 莫非真如何家荣所说 我一开始的治疗方向就错了 我们所发现的那个小男孩的病例 跟阿卜勒女儿的病情有着本质的区别 不 不 不可能 五字越想心里面越往下沉 面色惶恐用力地摇摇头喃喃说道 一定是HNE还不够完善 一定是HNE还不够完善 绝不会是我们的医治方向出现了问题 何家荣和中一所说的一切 绝对不对 绝对不对 五字 你怎么了 洛根看到五字失魂落魄的惊慌模样 眉头一皱急声冲五字喊了一声 等到他侧耳仔细听到五字嘴里嘟囔的话之后 他脸色猛的一遍力声喝道 你胡说什么呢 中一那种骗术医学的话 你怎么能信 他一时间气急不已 感觉五字这时候疯了 才会说出这种话来 他们世界医疗工会 医治不好阿卜勒的女儿 中一就更不可能 不行 我要找安妮会长 此时坐在地上的阿卜勒猛地回过神来 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 翻找起安妮的电话 现在他已经步入到一个 极其绝望和悲痛的境地 也步入了一个病急乱投医的状况当中 所以自然便把所有的希望 都放在了安妮的身上 他想要给安妮打电话 虽然他明知道 他的女儿已经奄奄一息 已经没有丝毫希望 但是他还是必须要做到这一点 打 随便打 洛根则是冷横一声 神情冷漠地望了一眼 床上几乎死透的萨拉娜 他淡淡说道 你现在就是打给上帝也没用了 别说安妮离这十万八千里 就算安妮现在在这儿 也不可能救治过来捶死的萨拉娜 哼地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 病房的门突然被人重重推开 接着一个身着白色大褂的身影 快速地冲进来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脸色胀红 因为呼吸太过急促 他张大着嘴 只顾喘气 一时间连话都说不出来 很显然 他是快速跑过来的 科尔问 科尔回身一看 不由皱了皱眉头 虽然来的这个人跟他来往甚少 但是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门口这个金发碧眼的洋人 就是以前安妮的下属 卡尔文 而且还追求过安妮 不过后来因失败告终 你过来做什么 这是你敢来的地方吗 科尔沉着脸 十分恼怒地质问卡尔文 卡尔文没有搭理他 跟洛根打个招呼 接着向一旁的伍兹急声说道 武兹会长 安妮会长上周的时候 给我寄过来一种药丸 告诉我说 如果萨拉娜出现紧急情况 危及生命的话 就让我把这颗药丸 给他扶下 可以暂时保住他的性命 听到他这话 屋内的众人不由陡然一愣 满脸诧异地望向他 看他的眼神宛如像看傻子一样 很显然 众人丝毫不会相信他的话 开什么玩笑 一颗小药丸就能把人移植过来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我们这么多世界顶尖的医生 借助先进的医疗设备 急救了两三个钟头 都没能把萨拉娜医治过来 这个卡尔文竟然就敢放豪炎 通过一颗药丸 医治好萨拉娜 这是对我们赤裸裸的污染 也是对医疗科技的巨大脸 就是 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呢 你脑子烧坏了吗 洛根听到卡尔文这话 也顿时脸色一沉 极为恼怒地呵斥一声 同样以为卡尔文的脑子坏了 什么药 但是 坐在地上的阿卜勒 听到卡尔文这话 却是精神大振 再也顾不上给安妮打电话 蹭着一下 从地上窜起来 眼中含着泪激动地 冲卡尔文问 啥你会想给你的药 真的能治活我女儿吗 在那儿呢 快 快拿出来 他们说话间 他已经踉跄着身子 朝卡尔文冲过去 抓住卡尔文的手 洛根 眉头一蹴 冲一旁的科尔使了个眼色 科尔 立马心领神会 一个剑步窜过来 一把拦住了阿卜勒 急声说道 阿卜勒先生 您小心一点 小心摔刀了 他纯粹是胡说八道呢 你女儿肾脏严肿 怎么可能会靠一粒小药丸 就能一直过来呢 我没有胡说 阿尼会长说过了 只要萨拉娜还有一口气在 这颗药丸 绝对能保住她的性命 卡尔文在说话间 伸着脖子抬起头来 望着一眼 李侧躺着的萨拉娜 看到萨拉娜 青灰色的脸 和微微张开的嘴之后 她心里咯噔一下 面色大变 这 这哪儿还剩一口气呀 分明 只剩下半口气了 甚至可能已经死了 她刚才得到消息之后 便翻找出药丸 不顾一切地冲过来 没想到 还是慢了几分 她内心 一边祈祷着 萨拉娜撑住 一边做事 要往里走 急声说道 快 来不及了 萨拉娜小姐 已经生命垂危 我必须马上把药丸 给她扶下去 可是谁知道 她刚走了两步 一个胳膊便突然拦住了她 卡尔文微微一愣 顺着挡在她身前的胳膊 抬头望去 只见 拦住她的 竟然是落根 本集结束了 Bye